各位仙境,大家好 我是国防医学院医学系的副教授林青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系统性的推动智慧医疗发展 那这个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 那现在是一个人工智慧全面超越人类的时代 已经到来 就好像大家现在一定都听过ChartGDT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的技术主要是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数学上的突破 让我们的这个就是AI model 它的这个深度可以超过就是可能可以上千层这样子 那一个深度神经网络它可以上千层 就意味着它的复杂度会变得很高 那复杂度高就代表它可以学习更多更复杂的事情 那以这篇研究来讲 Deep Recidual Learning for Imagical Cognition 它几乎每年都在刷新单年度最高的引用次数 以去年来讲 这个去年它就被引用了四万四千次 这是人类史上最多的一个记录这样子 好那这对我们医疗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在过去啊 这个电脑服务诊断其实已经被发展的很多了 那主要是透过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那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啊 可能你要先做一些特征的抽取 我们以新电图为例 你可能要先抽出这个PQRX波等等 那这一波的特征 我们再透过这个Machine Learning 不管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线性分类器 像是逻辑思维规啊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分类器 像是决策数Random Forest等等 那产生出来的结果 这个东西大概我们认为它是实习学生程度 那现在啊 其实我们已经啊 透过这个Deep Learning的技术 把Future Extraction跟Classification整合在一起 那现在这样的技术啊 可以达到组织医师的水准 那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感觉啦 就是新出来的AI Model 它的判读Performance 确实是远超之前电脑辅助诊断技术的这个水准 好那 未来啊 我们可以预期啊 这个就是充满人机合作的这个AI产品啊 大家可能要习惯 那FDA核准的AI Model 在2015年以前总共只有7件 那之后每一年大概 从一开始大概4件5件到现在一年都超过50件 那 并且啊 大部分这样的一个核准的AI模型啊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影像识别啊 或者是这个就是辅助诊断的方面 那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在这个时代 做这样的一个投入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话 那其实是 目前大概就是正在风口上啦 好那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AI产品的话 你可能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 医疗细材软体 SAMD 那SAMD的开发流程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你需要先决定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啊 你可能是 呃 觉得说你可能想要 用这个呃 CT NON CONTRA CT 去预测这个脑中风 那你就要先去搜集这个呃 这个呃 呃 NON CONTRA CT的这个影像 那并且你需要建立标注资料 这个建立标注资料哦 你很有可能需要把每个脑区 把它就是呃 画出来 然后缺血的地方也把它画出来 那呃 大概你也可以想象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最后这样的模型建立完之后 你要验证它在临床上好不好用 你可能还需要建立预测模型 那并且投入实际应用 然后去搜集个案看看效果好不好 好 那我想 这样的缺点非常明显 就是资料取得困难 标注能力昂贵 落地应用不易 那这导致啊 要开发一个SAMD啊 它其实是一个呃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 我想如果各位先进有曾经投入过这个呃 人工智慧呃 就是SAMD的这个开发的话 呃 你应该会感觉出做一个SAMD就已经非常辛苦了 更何况如果你还想要做非常多个的话 好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啊 在这样的一个智慧聊时代 呃 我们的团队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战略规划 并且我们怎么做出一个呃 比较有系统性的这个推动这个SAMD的发展 好那我们国防部的这个会议专案啊 是在这个呃大概106年的时候 由这个呃呃李家政主任啊 他跟这个国防部就是争取 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会议专案串联国军院系统 那呃目前啊就是大概呃国军院系统这个呃就是这些病例啊这些资讯啊 那可能都可以就是可能都已经集中化了 并且在呃目前这个HITS2呃我们的第二版的这个HITS啊 他其实已经在三十种医院逐步上线啊 之后也会推广到其他国际医院 到时候资料串联啊会变得更简单 那大家可能不要觉得说呃 串联这个各医院的资料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这边随便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呃各医院的药物的名字啊 那铁定是不统一的啊 那药物的名字如果不统一的 你要把它弄成统一那你就可能需要一张对照表 那张对照表显然是非常大 那另外像什么lab data等等那也都是不统一的 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像什么呃 影像报告等等资料 它显然是不统一的 那呃透过呃资讯系统的呃统一 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就是呃就是呃 呃规一化的资料库 好那除了就是要把资讯系统扩展到其他医院 增加data的量以外 其实这个会议资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呃我们把这个医疗资讯系统 从单一系统的格式改成整个系统的模式 好单一系统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往啊我们大家在做这个医疗资讯系统的时候 可能会说啊这个胸部X光或者是X光影像 它可能就是一个系统 然后外包给某一家厂商 那或者那个如果是这个呃实验室数据的话 它可能也是一个呃系统 然后外包给另外一家厂商 这样的系统的好处啊是它方便管理 好可是缺点就是医师你要去查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好你要查影像你就要打开这个这个啊这个啊 这个啊这个IS的页面 那你要查labdata你可能就要打开LIS的页面 啊这样子的方式啊这个在看病的时候 你可能就已经觉得很烦了 在做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更烦 因为不同资料来源它的资料格式 其实是没有办法统一的 那你其实你需要串联啊什么的都会觉得非常的困难 那这一个单一系统的对应方式就是整合系统 整合系统就是我们以病人为中心 我们以病人这个呃来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料在 索引在医院的这个database里面的时候 都是以病人为index的 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影像检查 全部都会索引到这个病人身上 那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啊就是符合使用者习惯 你可以想像医师在看病的时候啊 他他找这个病人他就可以把这个病人所有的资料通通都看到 那这个呃就是呃如果做研究的时候也会方便很多 因为他天然的就是以那个病人为这个呃 索引 好那而不是说可能是以什么开单啊哪一个单 哪一个流水号这样索引 好那缺点就是资讯团队经营不易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资讯团队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系统全部整合成all in one 那这样当然就是比较困难了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呃这么困难的事情完成了以后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使用电子病情资料来进行这个SAMD的开发 我们如果我们这边举例来说呃如果这个病人啊他在T1到T6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 他有做心电图那同个时他可能也在不同的时间点有做一些lab data检测 那这样子的话那当他们呃两箱对应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设置一个time window 主要说这个time window可能是正负一小时 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pair data 也就是说这张ECG对应到的是这个lab data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有了annotated data 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AI运算了 那同理你还可以得到很多 这个主要说你可以看心脏超音波的这个他是在哪个时间测的啊 或是他的谷密度是在哪什么时候测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这个pair data 可以拿来开发AI model 那你可以开发多少AI model呢 举例来说你可以把用ECG去预测lab的甲离子 你也可以用ECG去预测lab的这个tsh的这个value 你也可以去预测超音波值 你甚至可以拿来预测谷密度 好那大家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 你一次可以做出ECG for anyone的这样一个model 你如果做完了以后 你甚至可以扩展到凶波值光 你甚至可以扩展到MRI 好你说这个ECG跟谷密度有没有这个直接关系咧 很有可能是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资料收集好了以后 这边有非常多个model可以给你尝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input 不管是影像 或者是你的这个生理讯号 可能假设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你有30种 医院有30种这样的影像资料 可能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你的output 假设有100种 那你就可以做3000个model 那这3000个model里面是不是有一些 它这个association 它其实是 主要说没有association 或者是这个association 是一个假的association 那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把它去掉 你可以从3000个 这个association里面去挑选 你觉得比较有价值的 它做起来效率也会非常高 也比较不会有这个 就是也不会这么辛苦 好那当然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 那个在这个李嘉正主任的指导之下 其实也获得了这个2020年这个智慧院全机构认证标章 那也是在人工智慧技术开发上面 在这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你透过系统性的去搜索这个 到底你的这个X就是你的影像跟哪些outcome有关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发现新的医学知识 我这边举例 以这个2019年Mayo Clinic 在Natural Medicine 发表的这样一个文章来为例 它可以用ECG来去诊断左心式功能异常 它的AUC可以达到0.93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不可能很难想像 新电图可以去诊断哈菲律 但是这个教科书上确实以前就是没有写 但是不是只有Mayo Clinic的团队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Mayo Clinic的团队在2019年发表了以后 说AI可以用新电图看左心式功能异常 之后学术期刊上至少有10个以上的团队 那同样也做到了这件事情 而Puracy大概就是这个水准 那我们团队也做出了类似的成果 那我们把这个除了这个就是你有机会 可以这个就是透过这个系统性的去搜索 association找到新的knowledge以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在电脑程式里面 在his系统里面做AB test 什么叫AB test AB test就是使用者获得的这个资讯系统的版本不一样 这个你在资讯系统后台你很容易可以根据他账号登录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然后去决定给他什么版本的那个资讯系统 那这个在什么Google或者是这个Facebook等等 他们很常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你使用者登录的时候 虽然你不知道 但是其实你们的使用者界面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两种的行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做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那这样的一个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那这样的一个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而在2021年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Mail Clinic利用刚刚我们发现的这个ECG 可以去identify low ejection friction 这样的一个model把它放到他们的资讯系统里面 他们叫这个programmatic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这样的一个try 他们已经发表了natural medicine 发现把这样的一个功能导入到资讯系统里面 确实可以让医师发现更多的low ejection friction 病人 好那我们来做一些经验分享 那首先我们先分享我们做的在 我们国防医院商业总院做的最成熟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叛读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focus在心血管疾病 主要是心血管疾病 它是全球疾病负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 那并且它的这个花费啊 或者是这个dilisborden 它可能会在2030年的时候 可能会到达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 那心电图 选择心电图的原因是因为它优势快速简单 它记录的讯息也非常的多样 它可能记录了很多心脏结构 电气活动缺氧状态等等 那因为它的优势 我们很容易可以用来 用在 举来说在急性 急性心脏疾病的一个辅助诊断 辅助医师得到更快速的治疗 那慢性心脏疾病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进行筛检 那这都非常好用 好那我们首先先分享我们的一个 我觉得个人认为我们团队最早开始做的例子 也就是以心电图估计斜甲程度 那以心电图估计斜甲程度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表在两篇还不错的期刊上面 那其中我们这个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说 这个斜甲异常在急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斜甲的异常它跟死亡率有关 那高斜甲跟很高的死亡率有关 低斜甲跟很高的死亡率有关 那它是用心电图有机会看出来 这个是教科书上本来就已经写在上面的事 只是啊这个第一线医师 他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不一定了 好那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AI model 并且我们也有进行一个人机竞赛 那我们用我们的十二导臣心电图的 这个ECG 12th Met 来跟三个心脏科医师和三个急诊医师 进行比赛之后我们发现 AI的Performanc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这个就是参与的医师 那参与的医师在看 比如说低斜甲或是高斜甲 它的Performance到底多少呢? 我们就以这个 Hypercalminia 比上normal和Hypercalminia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最好的医师 它的敏感度仅仅只有50% 这样暗示了什么事情 就是至少有一半的Hypercalminia 在没有Lab Data Support的状况之下 它可能会Under Diagnosis 那这样的病人 它是需要接受治疗的 那可是啊 如果有AI的话 那它也许就会更多这样的病人 会受到及时的治疗 可能Outcome就会比较好 在做Randomized Control and Try之前 我们先做了一个Prospective Study Prospective Study 是我们在内部总院 跟丁州分院 同时进行前瞻性试验 我们希望看看这样的一个 AI Model 把它放到急诊室 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 realtime的前瞻性判读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 它的Accuracy 是可以接受的 并且我们也想要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Cutpoint定在多少 这个急诊医师 比较容易接受 那可能可以去改变临床医疗 那我们发现了 我们在 我们大概在这个 就是2019年 2020年的这段期间 我们大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 那我们最后大概在 两间医院的急诊室 就是收集到了大概 总共将近4万个visit 好 那我们发现了 我们前瞻性试验 我们模型准确度 在预测这个低血甲的话 它的 在非常严重的状况之下 它的AUC 可以高达0.94 或0.91以上 那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高血甲的话 它甚至可以到达0.96以上 不过这边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轻微的血甲异常 就是小于3.5的话 它的AUC是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说 也根据这样的结果 我们未来在设计 这个randomized control try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detect的 tarking的目标是 小于等于3 或者是大于等于6 也就是moderator的diskalaminia 好 那我们除了 做了这个准确度 在不同切点的一个 准确度分析之外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去分析了 甲阳性与甲阴性的临床意义 好 这个是lab data正常 lab data正常 但是这个AIECG 说它是低血甲 或者是AIECG 说它是高血甲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sinus rhythm的比例 这个 这个红色 和蓝色的部分 显然就是甲阳性 甲阳性比起真音性 它sinus rhythm的比例更低 atrial vibration的比例更高 junction rhythm的比例更高 依此类推 好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甲 甲阳性 比起真音性 就是AI判错这样的病人 它其实显然 心电图的波形是更不好的 那 所以说 如果你希望未来做 你现在未来做 interventional trial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这样的病人 就算AI只要说他positive了 AI只要说他是阳性 它要嘛就是真阳性 也就是他真的写假异常 那就需要进行一些介入 要嘛他就是假阳性 假阳性 假阳性的话 它心电图铁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些问题都跟死亡率是有关的 而举例来说 sinus rhythm 那显然跟比较低的死亡率有关 那剩下这些atrial vibration 或者是junction rhythm 它显然都跟比较高的死亡率有关 那 那个医师就要知道说 这个AI所传出来的这个警讯 这个如果说我知道了 它是 AI认为它有potential的discriminate risk 的话 首先你可能要先确认 它是不是这个 就是写假异常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也要去确定 它是不是有可能潜在其他风险 好那这个我们去分析之后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false positive 它的这个comorbidity就比较多 并且也比较容易发生all cause mortality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让我们可以有愿意去做clinical trial 那我们把它这个 我们实际上会观察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AI系统导入之后 它的这个outcome 病人的outcome 它等待治疗时间就比较短了 那我们的初步成果发现了 就是我们做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之后 目前收集了一些病人以后 我们发现 确实我们的AIECG可以去 让这个医师去做更多的这个高血脚治疗 好那我们这样的成果 在109年的时候 也获得国家新创奖年度新创新星 那我也很荣幸 有受邀在这个discovery进行这个分享 那110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当时临时计划院长团队 也获得这个SNQ国家医疗品质标证的金奖 那我们也用心电图诊断这个心肌梗塞 那我们用心电图诊断心肌梗塞 这个大概心肌梗塞在急诊的重要性很重要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们设计了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去训练它的样本 然后并且进行这个人机竞赛的实验 那我们最后发现了我们的人机竞赛的结果 这个AI model显著的比这个医师来的performance更好 所以我们就拿来进行了我们的前瞻性临床应用 那我们发现我们的前瞻性临床应用的结果 发现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阳性预测值 或是我们的敏感度都超过了90%的水准 在detailed STEMI上面 那detailed non STEMI也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说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说 我们的AI model未来我们导入临床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来在急诊医师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的AI心电图的预测结果传给心脏科医师 这是传统的流程 传统的流程是病人进了急诊以后 他急诊医师做第一线的判断 那在给心脏科医师的过程中 第一个容易发生Time Delay 第二个容易Under Diagnosis 那有了AI以后 心脏科医师等于 直接可以收到这个AIECG传的这样的一个简讯 那他现在反而可以去透过这个后线的医师 直接告诉前线的急诊医师说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的病人送上来 那你心脏科医师也可以提早准备 准备要做这个心导管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实际上已经导入了澎湖分院 那澎湖分院在半夜的时候 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简讯提醒 让D2B的时间在90分钟之内就完成 这是一件在离岛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其实也已经在新北市 还有台北市的院外救护车 已经进行应用了 我们以新北市的院外救护车为例 这样这一位74岁的男性 他其实是新北市的一个ENT 那他当天他就是知道 这个他的救护车上面有AI 那他当天发现他好像有点胸口有问题之后 他就自己开着自己 他就请救护车自己 就是主动进行判别 那操作的时间 大概操作8分钟以后啊 这个就是我们就发现 这个新北市的救护车 他真的是有STEMIC 那他往这个商业总院送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的治疗团队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并且这个提前准备 我们的心脏科医师跟我们的急诊医师 是在急诊门口去等这位这个ENT 那当然他的治疗速度就非常的快 好那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导入之后啊 他的D2B时间就有了很大所短提升的医药品质 而流程介入前 他大概D2B时间是70分钟 然后介入之后大概提升大概61分钟 好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他在这个呃呃就是 除了能够减少TanDelay以外 呃减少Under Diagnosis也是很重要的 这边有一个我们的护理记录 你可以看到班内病人于10点祖父胸痛 告知值班医师探行 呃探视病行这个12L的ECG 那接着值班医师表示无行性变化 通常护理记录到这边为止 这个病人要么后面就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那可能才会有后续护抗 结果斗点 CV总医师探视表示 呃这个病人有STEMI 这个如果AI没有传检讯给CV总医师 那CV总医师是绝对不可能到 知道这个病房里面有某一个学弟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STEMI 然后他跑来把这个病人捞走 所以啊这样的一个病人 这样一个案例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个AI ECG他真的能够也减少 Hunt Delay也可以减少Under Diagnosis 我们实际上还做了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y 然后对我们的ECG预测 High Risk Mortality 的病人啊 我们来做一个介入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AV Test 那实验组的系统画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AI认为这个病人有很高的Risk 那对照组的话 会直接告诉你说 你被Randomized Control 你被Randomized Control 就在Block了 你看不到 我们在三安总医院目前已经收集到了 将近一万六千人这样的个案 我们发现啊 AI说他High Risk的这些病人啊 因为有提醒医师 这个死亡率降低了34%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这个医师光是只要知道这个病人快死了 那因为医师铁定会做一些额外的介入嘛 那他的病 他的这个病人的奥抗 就可以显著的改善34%的死亡率啊 那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这个就是ECG这样的一个model 可以就是改善这个死亡率 主要是因为啊 有一些医师看不出来的东西 他可能就会去intensive monitor 那他可能就会发现这个 譬如说他的Codaron usage 我们就有观测到他会用的比较多 那Codaron usage用的比较多的话 特别是在那一组 intervention组和control组有变化的这一组里面 他的死亡率甚至下降了超过70% 好 那我如果你希望要做这个 就是系统性的这个 就是智慧医疗发展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有小样本演算法开发的能力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收案方式是方便式的收案 有时候你很多pair data 你可能会非常缺少一些 具体来说像肥后性心肌病 变得这样的一个case 或者是你可能degosing 那个中毒的个案会非常少 因为你没有特别去收他们的资料嘛 那我们怎么利用演算法方式 去提升这样model的performance呢 我们使用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用无监督学习 辅助转移特征学习来进行训练 那传统的这个转移特征学习 比如说像医学影像的话 他可能是先用这个imagenet进行pretrain pretrain完了以后 再使用这个 再到我们自己的domain来进行预测 那心电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大open data 所以我们就是先用无监督学习进行这个身份预测 那身份预测就是预测这个心电图是谁的 那预测是谁的以后 我们再来预测心电图的病人特性 好这样的一个无监督的学习架构啊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就是input A 跟into B 这可能是同个人 也可能是不同个人 如果是同个人的话 我们就希望他的这个embedding 越近越好 如果是不同的人 我们希望他越大越好 那我们发现他在身份识别上面 可以去侦测 这是同个人还是不同人 他的A5C可以高达0.98 那这样的一个高阶特征 他跟edge啊跟bmp啊跟abuming都有关系 虽然我们预测的东西 并不是跟这些是无关的 但是啊他跟这个就是 他在这个高阶的身份特征 他可能跟这些outcome都有关 那我们用ecgidnet来做转移特征学习 预测了70项任务 那我们发现在不同样本之下 他的这个我们预测 像假粒子啊或是这个低血盖啊 这样子他的这个A5C都可以有一些提升 那我们最后在70项任务里面 我们都发现他的A5C大概平均可以提升 大概2%到这个0.3%等等 好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广泛的人工智慧应用 那我们现在啊这个AI model也已经可以 AIECG也可以做50几下预测 然后做左心式功能异常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的系统分析架构啊 大概就是12导引心电图进来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心电图保存伺服器 然后接着网页查询 那如果说也会同时进行这个高速运算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异常 我们就用简讯提醒 那AIECG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复合这个简讯提醒的结果 那这是我们实际操作的系统画面 那我们的心电图已经可以广泛预测50种以上疾病 那我们已经发表超过大概 其实已经将近20篇的一个paper 那我们在2020年也得到这个未来科技奖 在111年去年我们也获得这个国家疗品值奖 智慧医疗竞赛的金奖 好那我们也已经申请了两个中华民国专利 跟美国专利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 呃ECG以外 我们目前也已经系统性的扩展到了其他项目上面 据来说我们也开始用胸部X光去预测 左心事功能异常 这个文章也已经发表了 这个也是你很难想象 这个可以做到 但是AI就是做到了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尝试以胸部X光进行疾病筛检 那据来说现在消息总统院发的病人版的这个AI报告 胸部X光已经可以去detect左心事功能异常骨质疏松 或者心脏年龄以及一些半魔性疾病 那我们也有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心电图研究发表 以及这个也参与了一些国际联邦学习合作的经验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几个系统性推展这个智慧疗研究困境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数位化程度不足造成的资讯缺失 具体来说像心脏超音波的结果 照到底它应该存成video的影像 可是在我们医院它其实是存成截图的 那我想截图其实是不够用的 那大家都同意 那如何在未来去改善这样的一个就是 就是储存资料格式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其他医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本来就已经存了这个动态的这个心脏超音波影像 那我非常建议大家就可以往这非常发展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把结构 医疗报告从非结构化把它转成结构化的形式 这样子未来你想要预测这个病 你想要做一个AI model去detect这个病人 他的这个LAD他的狭窄程度是多少 你才有资讯可以使用 另外就是资讯的资料的格式 他可能是会记录成不一致的格式 我这边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如果做一个noncontra CT 他可能会有非常多的series 有一些是这种合成图 有一些是这种正常的剖面 甚至有一些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切面 但是在系统上面是不是有记录呢? 系统上如果记录得非常清楚的话 你就可以用电脑方式把这些影像捞出来 可以很好应用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需要人工去一个个挑 这第二个series是我们想要的 第三个series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样才能进行AI model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 那你想要系统性推展资讯料 一个很大的研究困境 未来我们的团队就要进行的方向就是 第一个我们要将电子并力纳入更多装置 我们已经做了ECG CX MRI已经做了 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做一些其他资讯的收集 比如说像这种Portable OneLit的ECG 或者是监视器的影像可以看到你的脸 或者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更新的资讯收集 那未来的AI model就可以更多更广 那我们正在进行很多随机临床对照试验 那我们希望之后大概也许在明年 或者是后年我们的研究之后 会给大家再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很多个AI model 他在我们医院进行AB test的结果 好那我想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定是感谢这个军医局局长副局长 国防医学院院长 商医总院院长的支持 以及团队成员的努力 好那我今天可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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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